历代皇帝的陵墓对现代人来说一定是一个极为重大的发现 而在我们现在所发现的皇陵当中 基本也都是建造在陆地之上 可有这么一座皇帝陵墓却是建造在水底 这座隐身水底三百多年的皇陵 它的主人到底是谁 又为何会把皇陵建造在水下 里面到底藏着什么 今天咱们就来一探究竟 长江中下游地区在2011年春天遭遇了一场近百年都不曾遇到的旱灾 而位于江苏省须仪县洪泽湖也备受干旱影响 水位一度下降至历史最低点 也正是因为水位下降 当地渔民在湖上作业时 意外发现在湖西岸中 发现了一片非常奇怪的建筑物 随即就向有关部门汇报了这一发现 当地有关部门在进行初步勘察之后 确定这是一座大型的明代陵墓 在湖里发现明代陵墓 这样的消息瞬间就在考古界引爆开 吸引了非常多的专家前往考察 明代陵墓研究会会长胡汉生 他多年来一直在寻找一座非常神秘的明代陵墓 这就是朱元璋祖坟明祖陵 这座明祖陵实际上有着非常明确的记载 确实就在虚仪这一带地区 可经过数年勘测都没有曾发现过这座明祖陵 那么这座建设在水下的明代陵墓 会不会就是胡汉生苦寻的那座明祖陵呢 为了能够确认这座陵墓的身份 胡汉生带领的小组前往虚仪一探究竟 虚仪县位于淮河下游地区 北部濒临洪泽湖 而这座水面出现的陵墓 就位于虚仪二十多千米处洪泽湖的西岸 胡汉生他们到达现场之后 只看到了浮现在水面上的九个拱门和横梁 随后他们立即对这些建筑部件进行细致的研究 经过考察发现 这些拱梁居然全部都是由汉白玉制成 这可真是大手笔了 之后他们又发现 这些建筑的材料和形制 全都是明代皇家陵墓的规格和设计 不光如此 这座陵墓的位置 也和史料中记载的明祖陵的位置相差无几 根据明朝史记中记载 明祖陵建立在明朝初期 皇帝朱元璋命令太子朱镖监督建造 明祖陵的整个陵园呈南北走向 一共修筑了三层城墙 外层是土城 中间是砖城 内部便是皇城 在陵墓前的神道两侧 一共有着21对石像 他们自南向北排列有850米长 其规模那是相当壮观 经过对这里的调查和对比 最终他们确定 这座陵墓的真实身份 就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祖坟明祖陵 朱元璋在公元1368年 在南京建立大明王朝 在芒鱼治国的同时 他也没有忘记光宗耀祖重建祖坟 明祖陵也就是朱元璋的祖坟 不过这里只是朱元璋后来追风 并且重葬了他的祖父朱初 曾祖朱四九和高祖朱百六的陵墓 中国历代皇帝对祖坟的修建